又影響到目前的一切 這個問題我沒有對政策的懷疑 我的思想只要發展生產 好似我都不認識 生產我都不是認識 發展不是認識 我又不是國人可以的 整體對我們的國家 對人民有一個好似 你可不可以遇見 漁民村在特區發展 例如十年、二十年、三年之後 會有甚麼面貌出現 我將來的眼光 可能我看不到長遠 將來目前的眼光 我只要有登山 就要發展 好像台懷、台博 要加強他們的錢莊 你不加就少博 你就不行了 只要不是看自己的問題 只要看後一段 吳書記所提的下一代 正在辛勤地默默耕耘 他們的物質條件 亦因為他們的勤勞而不斷提高 在他們的心目中 特區現行的政策 目前已經帶來了好處 至於將來會不會有變化 他們都不考慮得那麼遠 就請問大家 可以看到他們的火燭 不過他們的火燭 要來不做 為甚麼 他們會不會有效 就喝了 在這兒 看到他們的火燭 中國當局要發展深圳成為經濟特區 主要是希望在這裡 引進海外的資金、科技和管理的制度 那麥芭大陸呢? 深圳是一個古老的市集 幾百年來都維持著 原來的農村生活形式 要深圳變成一個全國 最現代化的工商業城市 除了原有的工地之外 其餘的無論在哪一方面 都要由頭做起 但是中國實行了 32年的社會主義 社會已經形成了一套相當牢固的體制 任何的轉變 對這裡的人都是一個新的觀念 但是為了實際的需要 很多的老習慣 很快就要像這個深圳舊區一樣 面臨拆卸改建的命運 現時深圳市裡面 到處都是工程在進行 直至最近深圳計劃引入的投資 達到一百億港元 而深圳市裡面 到處都是塵土飛揚 不過一個幹部這樣說 他們不會討厭 因為建築而帶來的不方便 只是希望塵埃落定之後 會見到一個發明的深圳 深圳和香港只有一線之隔 當地人甚至可以看到 摺陽的新界一座一座新落成的樓宇 他們對一個新城市的模式 不會陌生 但是要在短期內 將農田變為現代化城市並不容易 因為中國三十多年來 仍然維持在農業社會的階段 加上文化大革命 制止了很多新思想的輸入 有部分在深圳投資的商人 面對因而引起的各方面的問題 也是覺得氣餒 但是也有些抱著理想的投資者 繼續在這裡發展下去 香港商人胡應商 現時正在與深圳方面合作 將後海灣以北的 這片三十平方千米的坊地 發展成一個擁有商駐大廈 工廠和文化設施的福田新市 計劃中的現代化城市 有三個九龍那麼大 進行這麼龐大的工程 胡應商遇到甚麼困難呢 那個困難就是香港的體制 就是自由經濟 那些都是計劃經濟 而且說計劃經濟 但是其實幾十年來 對經濟發展的經驗 和甚麼都很缺乏 現在就是等於初初開始 又是搞了它上去 就是等於將航母艦幾十年來 沒有做到開動過的 現在叫它開動回 那最初來胡先生 你為甚麼會敢敢去做這個計劃 我們覺得有這樣的需要 在這裡 因為香港的最大的困難就是高地價 而它這時候 它最大的吸引力就是低地價 應該對香港的人很有利 現在他們裡面的政策 始終都是宣揚一點 就是這個開放政策是堅定不二 而且北京已經給了廣東省和福建省 兩個特別的省份 就明確地說 這裡要採取一個叫特殊政策 就是靈活措施 但是當然你做了這事上來 為甚麼有這麼多困難呢 就是它的立法程序 肯定未完成 那你這個計劃也要考慮到 政治的氣候問題 那你怎可以預見將來是怎樣 政治呢 我們的看法就是這樣 因為中國政治呢 經過十幾二十年很不穩定 四人幫時代 又搞運動 當一個國家已經實踐過十幾二十年 某一種思想 實踐完之後 發覺還是不妥當的 結果那些人不是好了 只是頑皮了 譬如有人叫他 我再搞甚麼運動 我相信中國的人民 都不會理會他 不支持他 反正現在是一個最安定 最穩定的時間 在採訪的過程當中 我們也體會到胡應商所說 特區立法未完善的問題 這間位於蛇口的遊艇廠 算得上是投資成功的一個例子 他們第一條生產線 在幾個月之前開始正式生產 成為蛇口第一間有出口的工廠 手上的訂單 足夠做到今年底 但是由於深圳在實行開放政策的時候 缺乏了經驗 令到這間廠也遇到一些問題 例如他們是要出口遊艇 但是中國海關並沒有遊艇出口的條例 於是要參考遠洋輪船的法則 除了要他們進行繁複的驗船手續之外 又要收取出口費 但是遊艇廠就不同意 最後中國當局 就在當如沒有條例的情況之下 暫時准這些遊艇出口 事實上 中國當局宣傳得最厲害的蛇口工業區 也發展得不太順利 在蛇口 除了一遊艇廠和一兩間工廠 已經有產品出口之外 很多仍然是未投入生產 有些甚至簽約兩年 到現在才開始建廠房 據一些港商表示 這些主要就是受世界經濟筆景氣影響 很多廠家暫時都是採取觀望的態度 另外蛇口當局太早做宣傳 只是簽了約 連地皮都沒有 就向外公布投資額 結果是令人產生錯覺 不過特區當局 現在已經察覺到這些問題 而著手改善 深圳市裏面的旅遊點 譬如說水庫 在這裏 一位香港的投資者 和他深圳方面的合夥人 開著一次董事會議 在座的 有深圳發展公司的幾位負責人 他們在討論的就是 將深圳舊城改建成旅遊區的計劃 以及解決將舊城原居民遷徵的問題 不過 會議進行期間 話題就轉移到一般投資者 最關心的問題上 我對於中央的政策定落 我一點移民都沒有 我很大的信心 如果我沒有信心 我不會有金人坐在座 但是 我應該考慮到 其他人的信心去到哪裏呢 我趁這個機會 我就發電一下 所聽的一問 他們在三幾年間 投資所經歷的 所得的經驗 我所聽回來的 都是對華盛將來的前景不利的 為甚麼會這樣說呢 大家都會有個同感 在做起死的事上來 很多困難 我個人有一點 我就想在這裏 想提一提的 就是 政策是定了下來 這個具體性 或者在那個明網的問題 還未去到 比人家可以表達